好来我们同学今天要画什么 今天来画圆柱 圆柱的话其实就是 上面两个圆壶 然后就是接起来 先找出中心点 我们尽量就是做平均 直接拉下来 然后下面这个弧要跟它是 就是同样的弯度 然后才会就是 我们看起来就是直直的 对 然后有没有先把边画好 画好的话 我们就是再尽量让它 确切一点它的那个边啊 为什么要做这个基本练习 因为基本练习就是你 练那个 你对于铅笔的那种 就是明暗度啊 线条啊 慢慢练起来之后 就是你才可以再组装 组装比较复杂的图案 或者是说就是很多个就是 很多很多就是这种类似的形 去把它就是堆叠在一起 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嘛 所以我们这边是做比较亮 然后这边也是受光的一个 第一个区域 所以就是让它凉一点 然后会比较就是在这整块里面 会比较暗示 应该是做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先就是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暗示 然后再就是做 做慢慢的下颜色 但是现在好听 有点 有点 感觉 你不得一点 证明 但是 你不得一点 但是 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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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慢慢的加強 漂亮 因為它這個是有重量的齁 所以在最深的地方 我們就是拿一個比較尖的筆 然後就是去把它那個 比較最硬的那個影子拉出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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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